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到访约旦河西岸 与巴勒斯坦总统会面 当地媒体指出双方对谈中 阿巴斯曾表示美国应向以色列施压停火 并增加加萨人道援助 而稍早苏利文才刚结束访问以色列 开战两个多月来 国际间要求停火呼声只有越来越高 连拜登日前都罕见批评 以色列在加萨无差别轰炸 国际压力下战事将如何发展 苏利文这么说 外媒指出美方要求以色列在几周内 甚至是在年底以前 将现行加萨高密度的轰炸策略 转为针对哈马斯领袖的精确裂捕行动 有美国官员最新透露 这名哈马斯在加萨的最高领袖可能来日不多 以色列实言战胜将仁治救回家 但战后加萨该何去何从 美以之间立场却大不相同 拜登政府坚持两国方案 苏利文也表示加萨迟早必须移交给巴勒斯坦人 美以亲密伙伴情因为战事分歧越来越大 也是令人始终危急 现在是选战倒数二十八天 各阵营可以说是紧锣密鼓的来造势 而三例政论节目新台湾加油 昨晚是前进高雄户外开讲 吸引上千位民众把原地庙都挤爆了 全场也紧扣时事 在选战倒数时刻 真边时事倾听民意 新台湾加油 森林政论节目新台湾加油 到高雄左营区戶外开讲 现场融入上千位的民众 作家苦林讲到了民众党的阿伯气球 諷刺意味濃厚 民众党现在变作白蓮教 你看黄国昌 一个学者 一个做国立委的人 一个大学教授 柯文哲的那个气球 驚在这里 在看什么 我都要用小英的 我如果跟这坡 我可以当小英路线 这般的孝酸林 我是怎么要回到那种 开讲话题 除了狠酸柯文哲 对于赵绍康坚持不辞 中广董治长 现场来宾更是直接开港 对国民党不断的狂打战争恐吓牌 力拼立委选战的李博弈 也当场反抢 护外开讲 前景高雄还特别找来了 近期网路讨论度很高的 神秘嘉宾 其实一点都不神秘 因为其实我看在座的 各位相机太熟悉了 宣传倒数29天 三立政论节目走出摄影棚 全台各地和民众面对面 一起评论时事 选出对的人 三立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明镇户状 明镇 batza 明镇 明镇 ach 明镇